MQ-9无人机的跨大西洋飞行 这种巨型无人机不同的是,MQ-9仅是一款普通无人机,此次超远程无人机飞行试验主要是为了解决MQ-9的制导和控制问题,再加上之前已经在日本测试的先进海上合成孔径雷达,距离每海军使用无人机执行是海,反潜任务的目标已经不远。 这种超远距离飞行对飞机的控制和稳定性是一个极大的考验,尤其是无人机的飞行速度一般都不会超过500千米每小时,飞完整个阶段需要10小时以上。 如果控制系统出问题结果是灾纳性的,美军改进MQ-9主要就是为了让其执行海上巡逻和反潜任务,为此还研发了先进的无人机用合成孔径雷达等一系列装备。 目前MQ-9反潜行的各个子系统已经开始在全球不同的美军基地展开测试,这对于美海军来说自然是好消息,尤其是机体测试更是重重之重。 而这种战机服役以后主要自然是部署欧洲地区,尤其是在北大西洋猎杀俄罗斯的核潜艇自然是关键,毕竟俄罗斯的核潜艇是美国海军的最大威胁,美海军想在北大西洋遏制住,今年越来越多的核潜艇活动自然不奇怪,尤其是除了核潜艇以外,俄罗斯近年以来常规潜艇数量也越来越多, 英国海军已经无法遏制住俄罗斯海军水下舰队的行动,甚至只能出动巡逻艇执行任务,对于美海军来说,新一代的反潜巡逻机至关重要,配合RQ-4C和MQ-9以及最新的P-8型,能够尽可能保证海军在北大西洋的管控能力,而无人化还可以提升整个反潜网络的监控密度, P-8A即使采购100架以上也很难从东西两个方向堵住俄罗斯的水下舰队,但用无人机就很可能达到这个目的,尤其是计划在RQ-4C系列上装备的大型合成孔径雷达, 这款雷达的探测距离可以达到上千千米,只需要一小时时间,就能扫描数百万平方千米的海域,且最关键的就是这款雷达的精度非常高, 按照美海军的消息来看,其足以在50千米距离上搜索,到一个大小仅有20厘米左右的潜艇前往尽头,随着美海军的测试即将展开, 这种先进的无人机预计在2到3年内,即可交付美海军展开整体测试,随后即可交付海军,按照美海军的计划, 其将会在未来10年内,不一200到300架无人机,完全能保障海军的巡航能力,而整个反潜系统的战机,最终很可能在千架以上, 除了美国本土的一系列先进战机以外,还有英国装备的P-8和一系列无人机,俄罗斯海军的战斗力目前主要集中在水下部分, 因此,美国也就在这一点上对俄罗斯下手,随着大西洋反潜体系打造完毕,即使俄罗斯,海军建造再多的核潜艇没有太大的作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